伴着特有的BGM 小蓝胖极致而来 该车是这位大胡子 花了2000美元 从阿里某巴买来的大玩具 由于该车算得上是 世界上最便宜的电动汽车 并且风靡中国老人犬 买不起特斯拉大胡子 就决定买一辆这样的车来玩玩 车子被送过来时 大胡子向朋友介绍道 这是中国制造 纯电动的阿里某巴买的 后面的朋友直接发出了 得到肯定回答后 小伙直接笑出猪叫声 十分难以相信 这辆小蓝胖居然还是进口车 由于该车与他们在油管 看到的不太一样 似乎更Q更可爱 几位猛男的少女心 似乎一下就被戳中了 马不停蹄的走了出来 来到车前 被戳中少女心的猛男 很快就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她严重怀疑 这车是否能坐成孽痣 难以置信的向宋活源问道 老兄 这真的是图上的那辆车吗 宋活源爆笑道 对对对 就是那辆车 我发誓 就是那辆车 大胡子还是不愿意相信 感叹道 大胡子的其他朋友 也在一旁附和道 Excuse me 确定不是照片 而快递小哥 联盟安慰道 空间绝对超乎你想象 很宽敞 可以坐四个人 相信我 他真的很牛逼 果不其然 刚刚还在疯狂 吐槽的一群人 立马就被啪啪打脸了 小胖哥急不可耐的坐了进去 结果发现 蓝胖虽小 但五脏取权 蓝牙 中控屏 骑者 有的他都有 而一旁快递小哥 解释道 小蓝胖能在这里合法上道 但得按低速车使用 而且最快速度能达到45公里每小时 但他拍摄的试车小胖说 像他这样的 估计只有15公里每小时 不过充满电后 大概可以跑50公里 还是很不错的 与此同时 大胡子对着QQ的小蓝胖一顿悄悄 感叹道 这做得很好啊 然后又对着宋货小哥 发出来自灵魂的拷问 这车有多重 宋货小哥说他也不知道 于是小胖决定徒手称重 但只是把小蓝胖先翻 于是四个猛男一起上 一下子就把小蓝胖抬了起来 大家各执一词 还是不知道小蓝胖重 于是大胡子决定 带着他的两个小伙伴 去给小蓝胖称重 顺便上路多多风 刚开出100多米 小蓝胖就只有1个电了 但架不住几人实在好奇 于是三人 就这样以26码的速度前进着 看到这一幕 网友都笑叉气了 直呼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三个壮喊 坐在一辆小蓝胖里 宛如游乐场的碰碰车 不过 好在蠢萌蠢的小蓝胖 十分扛造 坚持到了目的地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啊 小蓝胖大概有544斤 虽然蓝胖虽Q 但重量还是不可低估的 然后一行三人又打到回府 回去趁直下班高峰起 小蓝胖慢悠悠的行驶 在机动车道上 与其他车一对比 简直就是混在大人群里的小孩 看起来画风新奇 蓝胖虽小但灵活 想往哪钻就往哪钻 人心到处能跑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小蓝胖没电了 罢工了 大胡子只好叫来 捧着了猛青 就这样 小蓝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一样被推走回家了 回家后 大胡子觉得 小蓝胖电池不够持久 决定给他来一次大改造 首先他们在车前 固定了一个简单的仰角模型 但是电钻一钻 大胡子直呼良心 钻仰角散发的味道很上头 还良心建议不点赞 不关注的网友去试试 隔夜饭一定不会吐出来 最后 大胡子又花重金购买了两个发电机 他说一个用来给小蓝胖充电 另一个用来给银箱供电 毕竟库布尔上街怎么能没有音乐呢 一切就绪后 小胖直接在小蓝胖里 来了一段模仿秀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差别 就这样三人又开着小蓝胖向城里出发了 但很显然 小蓝胖十分吸引眼球 开在路上回头率百分之一百 与其他车比不遑多让 但涮不过三秒 爬坡是小蓝胖还是暴露了他的缺点 就这个小坡 小蓝胖几乎是花光了所有电力 才爬了上去 接着一行三人 又朝着墨西哥权柄出发了 饱餐一顿后 大胡子又开着小蓝胖 放着亲戚的音乐继续投放 一旁的年轻人 这一举动转足了路上的眼球 他们各个凡族发出一阵阵的嚎叫 但经过长时间的行驶 小蓝胖抗议了 他的行驶速度越来越满 就连跑步的行人都比他快 大胡子直呼 电池果然不喜欢冬天和胖子 逼不得已 大胡子又向朋友发出了球秀 最后小蓝胖装的三人被皮卡车拖了回去 但小蓝胖和三位壮汉 似乎是超载很严重 皮卡车发出了一阵浓烟 以此抗议 引得三位壮汉一阵狂笑 非法牵引没持续多久 坐在驾驶时的大胡子 就露出了痛苦面具 因为一路上 他都在给小蓝胖充电 现在电压越来越高 他的坐电越来越热 让他感觉屁股快要着火了 直呼 别再快了 别快了 停吧停吧 赶紧停吧 好在小蓝胖很扛躁 一行人平安顺利地回到了家 经过一天的使用 一行人对小蓝胖还是很满意的 其中一人觉得 小蓝胖对于那些成立者来说 是个很好的选择 不仅价格实惠 还可以上班买菜 因此他考虑 要不要直接搞个代购这段钱 总之 希望小伙伴代购畅销 让中国小蓝胖走向世界 好了 喜欢请查点赞 我们下期见